建类运动的好习惯要从小开始 花联市立幼儿园中班 这个学期是以运动作为学习区的主题 举行了成果展 那么也邀请到了志工家长 一起来陪孩子们运动一下 市长为家宴到场为小朋友以及大朋友们加油 也期许亲子往后都能够持续地投入运动 来增进彼此的情感 花联市立幼儿园中班学习成果发表 以运动为主题 邀请志工家长到校园来陪孩子们一起运动 中班的主题是运动小高手 那他们透过平常学习区的练习 他们认识了许多不同运动的种类以后 他们在学校里面有跳绳拍球踢足球 然后还有摇呼拉圈的一些运动活动 增进他们自己的自身能力之外 他们对运动也有初步的认识 那结合我们刚好有奥运的运动会 就是学校举办的运动会 他们也对运动的规则比赛都有更加的了解 那今天特别设计了许多的观看 就是跟他们平常练习相关的运动 让他们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运动 那也了解运动家的精神 除了运动家的精神 比赛的正确规则也是很重要的 那孩子透过这次的主题 对于所有的运动都有初步的概念与了解 市长卫家燕特别到场为大小朋友们加油 也期许亲子往后能够持续投入运动 增进彼此情感 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一个球类让孩子们去学习 那也有很多单向的体育 那也让孩子们学习到我们团队的一个精神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家长们说一声谢谢 那每一次我们学校办理的一个活动 家长都热心的一个参与 那也非常积极的参与 那我想再过两周就是我们奥运的一个开幕式了 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 在暑假一同陪孩子看看奥运 那也希望说让孩子们培养更多的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 让他们有兴趣 更能以后长大的时候 可以学习更多的一个体育项目 那藉此也希望他们热爱体育项目 市立幼儿园特别设计了过三关的区位竞赛 包括亲子互动障碍赛 大队接力还有足球竞赛等项目 孩子们活泼展现矫健身手 爸爸妈妈们也跟着动起来 现场欢笑声和加油声不断 园长李飞玲希望透过亲子运动竞赛活动 让孩子可以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快乐健康的成长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